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劇材網行銷部副理,林慶文,KEM 今天很開心由我來當劇材線上的主持人 我們今天很榮幸的邀請到我們的鬼爺,黃陽森,王大哥 來上我們劇材線上 因為王大哥他的這本新書《變年》 即將在3月23號,也就是下禮拜一就即將上市了 也請大家到時候可以到各大書局選購 多多支持我們的新書 今天劇材線上,我們王大哥也準備了蠻多精彩的內容 所以我在這邊也不耽誤大家的時間 就直接把現場交給我們王大哥 好,謝謝 謝謝 這一次呢 我會說借著剛好來這邊錄新書的一個介紹之前 我把當年就說1994 我到大陸去的時候 所吸收到一些所謂的新的觀念 我借著一些所謂投影片 把一些東西 我會說在這邊給大家稍微做一種解釋 當然這裡面我應該講說 大部分在新書 就是說這本書上 變成這本書上 或者甚至說在過去指標會時候 裡面都有多少少談了一點 那還是有一小部分 就是說 其實我目前 我並沒有把它放到書上了 可是借這個機會 就是說給大家一些所謂的新的一個觀念 因為我相信大家對 我從我過去所接觸到的一個網友裡面 我覺得大家對研究行情其實還蠻深切的 那我給大家一些方向好不好 我開始談一個所謂的 因為當年其實講在我應該說蠻遺憾的 這些東西其實應該說是在15年前的東西 15年前其實在我們當初在行情界裡面 就蠻多人在談這方面 可是我應該講就是說 如果我們目前在不人家的後塵 其實可能有一些我想說有一些點落後 不過這些東西 我的感覺上就好像一部新車出來一樣 其實一部新車出來 我們也不知道這個車到底好不好 或者是說譬如說 在駕駛的時候會不會出什麼 什麼樣的疲漏 其實大家用熟了之後 其實我應該講 我們現在就算是接受這些觀念 其實講在實際上 其實應該是說恰到好處 因為你可以利用這些蜂巢 然後來構思你的一個 所謂的下單的一個觀念 那我們稍微談一下 這所謂的Ambulob這方面的東西 其實國內有人把它叫做說 所謂的信封線 其實講在國外沒有所謂的信封線 我們稍微談一下所謂的信封線 這個觀念 其實我在接受這個信封線這個觀念之前 我應該講我是一個很傳統的一個使用者 我過去所使用的全部是一個 所謂傳統指標 就是說沿用了幾十年的一個指標下來 其實所有的觀念什麼 這指標裡面的參數定義 我完全全部接受 我一次講的就是說 我用的東西都是很傳統 可是應該講就是說 在實際上下單的時候 說真的面臨很多心態上的一個 所謂的沒有辦法去確定一個地方 可是有這個觀念之後 我覺得我們可以把它跳到另外一個階層去 Ambulob其實講在 它應該講就是說 它是屬於一種所謂的涵蓋的意思 那涵蓋呢 那我把一些東西給稍微敲出來 看一看 就是說我們剛在前面 我沒有稍微提到就是說 如果價格 如果我們質疑說所謂的買高賣低 我講實在 那你保證你一定是所謂的液蓋貧 我就說你怎麼下單弄了之後 都絕對是賠錢的 因為你每次買都買到最高點 然後賣到最低點 可是話說回來指標 如果我們去追高 然後是殺低 那難道說 我們就變成另外一個不一樣的情況嗎 OK 我的感覺上是如此 所謂的叛逆單落這方面 績效我覺得是相當卓越的 我就以像這兩天的行情好了 其實就譬如說像CCIA 我們在第一本書上指標會說 我在那本裡面講 殺低 譬如說跌破了100 開始往下做空 然後漲破了100以上 開始做多 這段時間空頭市場 走了將近10個月 其實我希望告訴各位意思就是說 這上面所開始往上突破的這個 以後的一個走勢 更何況說 它破了一條很長的趨勢線過來 這段上去的行情 我應該說 應該是講它會跳到另外一個局面去了 另外一個局面 它是應該是回檔下來做買呢 還是說回檔下來去做空呢 其實講實在可能需要以後行情的慢慢證實 不過我現在傳遞一個觀念就是說 其實講實在就算是拿指標來做一種買賣的話 從這邊開始做空 一直到這邊開始回不過來 我相信這方面大家可以看到一些一點成績 那指標裡面講那個告訴我們只有一種方式 你只有順勢操作 順勢操作才是一個所謂長期紀律的一個 才可能會有績效出來 那在所有的系統裡面其實都是屬於順勢交易的東西 那其實我們過去我們也學了不少所謂逆勢交易 譬如說像RSI KD 像這種類似的東西 其實講實在你的觀念只是在一個 你如何把這些逆勢的東西 化為一種所謂順勢的交易 因為如果你沒辦法 你如果只懂了一個順勢 懂了逆勢 OK 你用兩把武器 有兩個武器的時候 其實你可能又面臨下一個問題說 我到底什麼時候用順勢 什麼時候用逆勢 那我們倒不妨把所有的東西 全部改成所謂的順勢這塊東西 那OK 站在反市場的心態就是說 我們站在大貨的立場 來思考行情的一個走法 那市場裡面其實 最近也蠻多人在談一個所謂的共鳴 所謂共鳴就是說 也許像我們在新書裡面所談到一個V-Web 這方面的東西就是說 在所有的指標同時到高點 或同時到一個低點 如果我們研究的一個東西 或者是我們所看的東西 能夠達到這個地步的話 那麼尤其像 就像說籌碼集中的股票裡面 其實講在它不動的時候 就像前幾個月 OK 我們古時候聽說來就是說 不動如山林 起舞如烽火 當它動起來的時候 其實講在動如脫兔 賺錢其實講在 就在那一場的時間而已 那誰能夠找出訊號 那誰就是贏家 在金融圈裡面呢 其實大部分的成員 受教育制式訓練或指令 過去我們全部都是接受 所謂的傳統的訓練 那長期下來 其實講在我們每一天生活很規律 習慣於看固定的資訊 教育策略也很類似 而且很可能源於同一個派別 舉個例子說 我可能是某一個派別的老師 我教的學生全部都是屬於同一個動作 那我們可能會被訓練成另外一個 某一種慣性思考的一個集結化部隊 他們一致的看多 一致的看空 當然這種公式力量很大 沒有錯 可是說實在 在有時候 我們如果從這邊裡面 我這邊所談的是一個所謂的 是一種正面的 它會形成一種風暴 可是話說回來 這種風暴 到了一個鏡頭的時候 就是一個所謂的 逆向的一種走法